前總統蔡英文訪歐行 17日抵達第三站比利時 造訪歐洲議會 從議員萊克斯曼手中 接過花束 全程笑容滿面 開心與嘉賓碰杯 當議員喊出 竟自由與民主 他也立刻回應 小英前總統也將舉杯影片 放上社群平臺 表示會繼續和民主夥伴 傳達台灣熱愛自由民主的理念 此行更與超過80位議員 交流 深刻感受到 歐洲對台灣的支持 傳達堅定維持台海現狀 在尊嚴與對等基礎上 與北京對話 而是一個很高的 和信仰的合作 和國際的供應鏈 在強調 國際的保障 安全 他期待歐洲好朋友 繼續支持台灣 加入國際組織 網友紛紛大讚 小英魅力 說英賴聯手 就是安心 也感謝他在卸任後 仍為台灣奔走 前英相 蘇納克也為台灣發聲 蘇納克 也為台灣發聲 是在我們所有的興趣 而是在台灣的興趣 都在我們所有的興趣 施凱爾強調 因外向仿中之際 會將台灣議題 納入與中國交涉的挑戰之一 面對中方挑釁恫嚇 民主國家展現挺台力道 三地新聞 柯亞韓報導